朋友们好啊,我是霍大尔,那么这次给大家更新一个恐怖小游戏的录像啊,游戏的名字叫做可疑的倾盆大雨 我们的主角呢,在森林里头啊,就下起了大雨,就只能扎了个帐篷在这躲雨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生了一些啊,诡异的事情 哦 我在露营是吗 怎么样去做一个完美的三明治啊,一本书 为什么有两个大哥在这瞅我呀 这俩大哥白内障啊,得并得知啊,兄弟们,你们在干嘛 好像是我在露营啊,然后这外面就有两个人在看着我 也不知道是要干嘛 哎,我们拿起我们的斧子,行不行啊 打招呼 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森林的一个这个 啊,招呼 明信片吧 这个,收音机 哦,我们晚上就睡这个啊 哇靠,这,太硬了啊 哎,有手电筒哎 哦,这不都是书,没东西了,兄弟们 那我们回头看一看,看这俩大哥要干啥 哎 他跑了,胆儿真小啊,就这 啊,这两个大哥都跑了 这个什么冰天雪地,不是雷雨交加的 一个人,会孤独的,我们有伴吗 我一个人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 我动不了 哎呀,有风吹草动,你们听到了吗 好家伙,谁在帮我打呼噜啊 我靠,我是不是有室友 哈喽,哈喽 啊,这是篝火啊 啊 哼,干嘛呀,你怎么也,你也是白那张 什么情况啊 他们是不是想进入我的小棚子里头 又不好意思 你们太见外了,兄弟们 想进来就一起睡嘛 来来,就在这儿 咯咯咯咯,再就往这儿 过来快快,来这儿来这儿 哦,又来俩 好哥们,来,过来 那么羞涩干什么 咦 咦 我们听了狗叫了 他就,他就叫一叫啊 他也不敢出来 去哪儿呢 就没了 好像拿手电筒 照他们,他们就不好意思 他们就害羞 不是什么意思 我最讨厌这种 你知道吗 你要说事你就说事 啊,你要不就别来这儿搞我 让我睡我的这个 觉,好吧 我要睡觉 明天早上起来 啊,应该就风和日丽了 啊,又来了一小家伙 大哥,我招你是不是会跑啊 你看你又跑了 哎,没劲呢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种愈悲愈适 然后又不敢跟我交流的样子 我真的是 我鄙视你 你也 你也走 我好难受啊 我现在这个如柱正在 啊 啊 我们 要按一些按键啊 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看看 我们按什么呢 为什么我按 我按WASD会这种音调的声音 这边是音游吗 这边是音游吗 他们在听我演奏 我扔出去的个啥 我按那什么键子 M键 哈哈哈 太可爱了 结束了 哈哈哈 真可爱啊 原来是一个想和我做朋友的狗熊啊 但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利益挺好的 他做成个大游戏挺有意思的